中文字幕提供 《咸豐選妃》 《咸豐選妃》 咸豐選妃 對中國來說 這一個是值得紀念的日子 對十七個滿洲姑娘來說 也是值得紀念的日子 她們也是有權戴紅山胡頂珠的大臣女兒 整個北京城的人都知道 咸豐要選妃子了 这十七个姑娘的父母情绪十分激动 因为如果她们的女儿被选中了 那对母亲来说是极大的光荣 而对这个幸运姑娘的父亲来说 就意味着权力和威望 对姑娘本身就可能意味着幸福 所以圣子中点名的十七个女孩 她们心情的激动程度与日俱增 每一个姑娘都在猜度着自己会不会被选中 只有难而没有怀疑 她有信心?在她心灵深处 一早就埋下了这个信心 为什么她会有这种信心? 她将理由告诉了她父亲 但是就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 一直到光荣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 留下了好几十年之后 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当她一听到她的名字列入了第一道照书之后 她就祈祷菩萨保佑她会有好运 在她父亲的花园一角 下落有个池塘 她点上香 跪下祈求祖宗保佑她成功 坚定她的志向 这种志向 荣禄是不会想到的 因为她亲口跟过荣禄说 说她爱她 接着是她对父亲说的故事 父亲 我在神堪前点上香之后 从香炉里面升起的烟盘旋而上 摇摇日日地形成一个男人的面容 这个面容我没见过 但是在我心里我知道她是谁 这是一个语兆 父亲 我将会成为皇上的妃子 父亲感到迷惑 她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她自己的这个孩子 兰儿是一个梦想家 而父亲不理解梦想家 她自己是一个缺乏感情的 外向的 令人一目了然的人 就好像很多 在她住处周围圈囂的人的面孔所表现 从荣禄知道了兰儿的名字 列入了第一道照书之后 她和兰儿又见过好几次面 有一次见面的时候 兰儿站在梁亭后面的假山上 从那里 她可以见到她家围团外面热闹的大街 一对人马通过了 在骑马的人中 有一个人的念 引起了兰儿的注意 她转向念过来问荣禄 那个男人是谁 荣禄感到痛苦 嘴角轻微地抽动了一下 但是她也是回答了 那个是咸风皇帝闭下 兰儿心思地瞒起了眼睛 那个大人物和伴随她的队列 过去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 站在墙的另一侧 假山上的这两个人 兰儿超超地和自己说 是同一张脸 正是我见到从香炉中 升起的烟魂中的脸 一句喻笑 是好运 定性压运 只有岁月可以告诉我们 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兰儿对荣禄的恋情表示了冷淡 而荣禄对她的爱就与日俱增 兰儿疏远她 将自己关进那个隐藏着 无穷野心的梦室里面的时候 荣禄更加疯狂地爱着兰儿 就是这样 那个伟大的日子逐渐靠近了 十七名出身于满洲高贵家庭的女孩子 向紫禁城进发了 她们去接受咸丰皇帝和慈安皇后的召见 十七名心情激动的小女子 搭着个跟鞋高德惊人的满洲乞 散散地进城 每个人都渴望自己可以成为咸丰的妃子 高跟鞋乞打着地面的嗚嗚声 和兴奋的叠叠笔优诗与交绎在一起 照书命令她们必须同时到达 她们的服装五彩缤纷 都是用金钱所可以买到最好的服装 她们都带着未婚女子 专用的高高的荷花色黑色头色 中间是粉红色的花朵 周围伤了朱子串成的莲子 不同的赤鸡赢得了十七个姑娘彼此的喜爱 她们战斗的下嘴唇轻撕着胭脂 眼睛里面闪耀着期待的光芒 成为中国皇帝的妃子 是多么高的荣誉 兰儿不是最先被召见的 这个可能是偶然性 也可能是有意的 此坚皇上是不明智的 但是她也是迟了 而且她迟缓了一二步 或者就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历史的了 荣禄站在兰儿进入紫禁城要经过的那个门里面 她穿着满洲士维军的制服 显得挺拔 英俊 她面部的表情充满希望和失望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感情决斗场 她为兰儿感到骄傲 因为她爱兰儿 她希望兰儿被选中 因为这样一切荣誉都将归于兰儿 但是如果兰儿真的被选中的话 荣禄就将会永远失去她的了 如果兰儿未被选中 兰儿会终日满满不落 然而如果她真的被选中 她都可能不快乐 这一切荣禄心里都很清楚 尽管是这样 当兰儿进入紫禁城 见到荣禄站在城门口执行任务的时候 荣禄仍然是站得非常挺直 表现得非常自豪 荣禄的眼睛直望着兰儿的眼睛 她那个揭力控制着不发抖的僵硬嘴唇 说出一句这样的说话 《兰儿,你今天真是富丽堂皇》 兰儿微微一笑 她理解荣禄的心情 但是兰儿有野心 她令荣禄失望了 但是兰儿用这些理由来自我安慰 她的名字是在皇帝的第一道照书中 无论她可能遇到多大的阻力 她是不可以不进子禁城的 但是她是很认真地准备好这一次的召见 她穿上最好的服装 如果她不可以达到 好像荣禄所说的富丽堂皇的话 那就不算是个女人了 她对自己不掩饰 同样对荣禄也不掩饰 如果她没有被选中的话 她会真正感到非常悲伤 至于爱和被爱的问题 是思雄不用考虑的 她经过荣禄的时候 头也不回 打消了过去对荣禄的爱 当兰儿到达的时候 那十六名姑娘已经进入了接见厅 这一群是欢笑的少女 她们兴奋 怀着热切的期望 因为她们之中的一个将会被选为妃子 这个房间是一个商间 作为间壁的 在一列上面摆满了无价之宝的架子 窗户下面 原墙是一排好像桌一样的宽格板 上面放满了珍贵的摆设 有玉雕、瓷器、景泰楠、金手饰 和鑽石手饰 墙上面挂的画族 是大艺术家的手绩 这些艺术家长期以来 不辞劳苦地探杀皇帝和皇后的喜好 那里有中国古代和当代最伟大的画家画的山水风景画 也有展示历代先帝公迹的画族 当这些满洲姑娘 脚踩着高跟鞋 进来向皇帝、皇后 展示她们的服饰和魅力的时候 石板地上频频发出咳咳的声响 她们自由地到处走动 观赏着那些她们过去从未见过的奇珍异宝 而且时时向咸丰皇帝投去迷人的一眼 四处是太监、伯仁和宫廷女士 接见厅是一个忙碌的场所 年轻姑娘们一个个地走过来接受检阅 咸丰皇帝坐在左边 皇后在她的右边 整个过程中 皇后一直很不高兴地皱着眉头 仔细地从这张年轻的脸 转到那张年轻的脸 反复审视 咸丰简直不耐烦了 然后荣禄的心上人 兰儿来了 兰儿并不造作地装出土人喜欢的样子 离开她父亲的屋之后 她一直都仍是兰儿 全然是她原本的样子 这个真正的 完全保持着本色的兰儿 走到了全中国两位最尊贵的大人物面前 她表现自弱 没有展现任何不属于她自己的魅力 她没有向咸丰投意誘惑的目光 她不去竭力装出快乐的样子 看起来她像咸丰一样感动不耐烦 虽然她无疑成为这十七个人中最美的一个 其他的十六个姑娘也都马上意识到这一点 于是怀有敌意的目光 妒忌的目光都投向兰儿 但是她就毫不介意 然后总管太监安德海 开始用单调的声音 布着十七个人的姓名和年龄 保佑 兰儿 总管太监安德海 用单调的声音一直把名单读完 对于选妃子的这件事 皇后有发言权 当名单报完 十七个人一起扣过头之后 咸丰一次又一次转向皇后询问 这一个你觉得怎么样 被提到的这一个 就被叫到皇后跟前 皇后就拉起她的手 仔细审视 她不行 她的双手这么粗糙 不是出自高贵家庭的手 这些说话是宫廷语言说的 所以这十七个姑娘听不懂 她都不行 她想装得暴力得体 但是她又不会 你认为这十七个人哪个适合 按我的意思是选名叫保玉的那个 皇帝几乎忘记了自己帝王的尊严而笑了出来 而美貌方面 保玉实在是一个不幸者 她的容貌被一些天花留下的小麻点所毁了 而她的眼睛又是斗鸡眼 再者她走路的样子很笨绝 她非常希望可以被选中 因为她女女看着皇后想显示自己的魅力 由于她是个斗鸡眼 结果反而令她显得非常可笑 所以当提到保玉的时候 皇帝只是轻微地摇了摇头 最后她说 我喜欢兰儿这个姑娘 她端装 点牙 神态自弱 没有造作 非常美丽 正是由于你提到的这些理由 我认为她不合适 因为太美 就不可能是言为了 咸丰再次摇摇头 当然 和前一次的摇头含义不同 兰儿虽然对整个过程表示烦烟 但是她一点都没有疏忽大意 聪明、机灵的兰儿 注意到皇上的眼睛 一次又一次地转向她 在近见的过程中 荣禄的影子 絲毫没有进入她的心 兰儿期待着 坐在乡上皇后娘娘旁边的男人 可以从十七个人当中将她选出 同时 她也马上意识到 皇后将会成为她的死敌 一有机会 当皇帝没有望着她的时候 她就仔细观察皇帝的面孔 回忆着从香炉里盘旋升起的烟云的御兆 那些烟是怎样形成了一个男人的脸 这个男人 现在就正坐在她面前 坐在笼椅上的人 她旁边坐着她的死敌 皇后娘娘 兰儿非常之兴奋 她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她一点都没有表露出来 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其他十六个人对她的表情 她们毕竟都是女人 观察得很细致 意识到皇上最喜欢的是兰儿 于是都向她投来敌意的目光 尽管这十六个人已经知道 皇帝心目中已经选定了哪个 但是她们仍然卖弄风情 想吸引皇帝的注意力 她们在皇帝面前 一阵哭得卡卡地笑 一阵就扮作尊严的样子跑来跑去 一阵扣头 一阵又会大笑 那些茶送上来了 这个时候皇帝和皇后 就可以更仔细地观察这些姑娘 从中可以了解到 她们过去受过一些怎样的教育 姑娘们依旧不时卡卡笑 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笑 但是十六个人当中 无论是谁 只要见到兰儿 就一点都笑不出了 皇帝和皇后远在近见前很久 就感觉到烦烟了 但是照书对近见的时间是有规定的 到了时间 无论姑娘们愿不愿意都要离开 厌烦是显然的 因为咸丰已经作出了决定 他们就没必要再等了 兰儿不再偷望咸丰皇帝了 他已经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 近见结束的时间就来到了 在一个很短的瞬间 皇上的眼睛又转向兰儿 很明显 兰儿是十七个人中最漂亮的一个 稍停了一阵 总管太监对作为装饰品的 很多时钟中的其中一个 望了一下 就宣布说 近见结束 你们可以退下了 没有人被选中? 不是 不是这样的事 十六个没有被选中 有一个被选中 全部都被打发走 为的是不让那一个幸运 而招离其他十六个人的妒忌 又或者是不令那些落选的感到丢念 一起离开的十七个人当中 有一个要按照另一道照书再回来 十七个美丽的满洲姑娘中的一个 保育 他只是给其他的十六个稍微信息一点 也都非常有礼貌地向皇帝皇后 扣了头就退下了 兰儿的桥子停在城门外 当他经过城门的时候 他向荣禄的地方望了一眼 但是就没有见到荣禄 他在想 没多久 就会有另一道圣子来 命令这十七个人中的一个再回到皇宫 然后 他将永远不再离开那里了 十七个小姑娘 最大的不到十七岁 最小的不到十四岁 离开了紫禁城了 其中的十六个不会再回来了 但是其中的一个呢 就要回来 难以心里面有把握 他有这个运气 当他出紫禁城的时候 他再没见到荣禄 也都没见到荣禄脸上面的仇庸 而是坐在桥子 直奔北京的城中 他是不是肯定他被选中了 很多年之后 他说 当时我和其他人一起离开 但是我知道我会回来 而且不用很久 圆哈德门大街有很多小店 难以停下来 去到一个小店买了一些零碎物品 或者是连日的生意不好的缘故 店主对难以态度很不礼貌 难以回应了他的无礼 他让店主知道难以将会报复 难以告诉他 但是 等我做了咸风皇帝的妃子 我就将要杀你头 店主轻灭地笑了 但是店主是应该记住难以的说话 就好像难以自己记住了他们一样 难以应该笑着回应这件事 就好像他在很多年之后 聚述当时的这个故事那样 在这件事之后 如果难以还曾经有过怀念荣禄的想法 这样他对谁都不会说 除非是对荣禄 但是 即使他真的有这种想法 至死忠于他的荣禄 从来都不会知道 于是 难以回到他父亲家里等待着 但是在等待的时候 他自己就肖肖地准备着 满洲二婚女子带的精美投赐了